78.灵界的世界 如果临终者过分与肉体认同,他就很容易惊慌失措,以为所有的表达就此了断,而由此他的意识也就快要熄灭了,灵魂永生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在信念创造实相的法则下,每个人都会依照自己内在的蓝图,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方式与时间 比如有些人的死亡是安静的据点,有些人的死亡是个惊叹号,有些人选择在家人的陪伴下往生,有些人则是在家人外出时悄悄离开人世 于某些人而言,死亡并不是灵魂脱离肉体的那一刻 比如,有些老人在死亡之前,灵魂的一部分已然离开肉体,也在新的环境有了新的发展 如果死亡的意思是指意识不对交于物质实相,那么这些人就是渐渐死去的 有些人面对死亡时会有强烈的恐惧感 这样的人可能会基于自我防卫或逃避而降低了意识的清明 因此在死前陷入昏迷状态 他们在死亡之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清明的意识 死亡之后,人们脱卸了肉体,改以灵体经历识相 灵体是与肉体完全不同的 死去之人或许能确知肉身已经死了,也或许不知道 然而他会慢慢发现自己在另一种形体中 这样的形体就是灵体 灵体感觉上也是实体的 但只要试图在物质世界中使用它 就会发现它与肉体截然不同 譬如说,肉体若要通过一扇门 他会发现自己可以穿墙而过 又若是灵体想拿起一个杯子 他会发现手从杯子中穿了过去 根本无法握起来 有些人过世之后 对生前的身体仍然极度地依赖 他们的灵体将流连在尸体旁边 成为守施鬼 还可能一再尝试回到尸体 这样的灵体对自己有着深深的不解 焦虑与绝望感 也会以为自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而那些没有完全认同肉体的灵体 就比较容易放下肉体 奇怪的是 生前越憎恨肉体的人 刚死的时候越是留恋肉体 不管灵体愿不愿意在死去的当下 接受自己已经死亡 最后都必须接受死亡的事实 许多灵体在死亡之后 还会参加自己的丧礼 他在丧礼中 不只会看着在世的亲朋好友 还会以最大的好奇与惊讶 看着自己的衣容 至于灵体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呢 赛斯说 灵体在死亡之后 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自己想要的形象 如果他想到自己是个孩子 就呈现孩子的形象 随着意识想到自己几岁的形象 灵体即幻化为那个年纪的形象 不过 大多数灵体选取的样貌 都是达成最伟大精神 及情感高峰时的形象 如果想与其他灵体沟通 他们大多会采取这样的外貌 而若是要与生者联络 他们可能会选择生者最熟悉的样貌 灵体不需遵守物质世界的时空法则 他们经过空间 不需耗费时间 空间也不是物质世界的距离 对于灵体来说 时空都是幻觉 灵体可以飞翔 又因为不为时空所现 念头在哪里 他们就直接出现在哪里 不过灵体与活人的次元是不同的 两者因此难以产生交集 比如说 灵体可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与在世的儿女一起看电视 但彼此的距离 却比地球到月亮还遥远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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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